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834集 五行金狮 这紫狮身体上缠绕着大量的体链 那之前垂下的体链正是这死尸身上环绕之物 这死尸并非自然形成 而是以无数尸骸被神通之法在一起祭练而成 在修真联盟内又称之为练尸 此物是诗音宗提供尸骸 由骸玉界自行练活 数万年来一共也就只有十八句 每一句尸骸都拥有相当于窥孽后期的修为 这第一个出现的炼尸啊 抖动着身体上的铁链 立刻咆哮起来 其声音可以穿透肉身 直接影响原神 咆哮中啊 这炼尸冲入修世之中 全身挥舞 那些缠绕在其身上的铁链 顿时成为了他最灵力的法宝 横扫之下 乌乌风声回荡 立刻便有大量修士 不敌后退 此刻 第二具炼尸同样从那阵法内走出 咆哮中立刻踏步而去 杀入战场 随着一具具炼尸从阵法内走出 整个战场的局势瞬息间立刻逆转 尤其是最后三具炼尸 其身上散发的不是紫青之芒 而是两银一金 那散发荧光的两具炼尸是一难于你 虽说神情仍然呆滞 但身体却是如常人般大小 更是穿着银衫 虽说在他们身上仍然是还有铁链 但这铁链却是只有两条 环绕身体上 在他们走出的刹那 一股静孽初期的威压疯狂的弥漫四周 最后一具炼尸甚至已经不能用尸体来形容 这最后一句是一个中年男子 此人一身龙袍头戴高官 看起来就仿若是凡间的帝王 在他的身上没有任何铁链 唯独天灵之上有五张黄色符纸盘旋 更是有阵阵雷光闪烁 形成连接 与其紧密的连在一起 在其身上 更是有一股天地五行之力泥漫 王林在看到这龙袍男子的刹那 立刻便感受到了那五行之力 脑中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当年遇到的红蝶 五行灵铁 王林后退之速更快 他知道 以自己的修为 在两个心域之间 这种程度的大战中 不可能起到什么太大的作用 所以至始至终 他都是抱着自保的念头行事 能有功便取之 若无功则自保 不知此刻 清水师兄在何处 想来应该也是在这附近 王林不断地后退 但那水罗兰裙女子 却是没打算放过王林 御守一指 立刻便有一句寻常炼石 踏步间 双目死死盯着王林 默然追击而去 王林神色阴沉 若是窥涅中期 以他此刻的肉身与神通 可以战胜 但面对窥涅后期 则需要展开全部神通 方有战胜的可能 且这里面有很多变数 只是眼下这大战之中 一旦把所有神通全都施展 却是明显不至 况且若是有所受伤 怕是立刻就会伸出险境 王林的打算便是浑水摸鱼 等待时机不被注意地 进入那望月体内 寻找机会 抢夺古神幼子的励志传承 此刻后退中 那炼尸咆哮的追击而来 一路上炼尸身体上的铁链飞舞 横冲之下 应是打开了一条道路 直奔王林 王林双目寒光一闪 后退之速更快 向着被封印的望月 不断地接近 阵阵望月 闷闷地咆哮 隐悦透出 回荡星空 王林才不相信 以联盟眼下的这些修士 就可以困住望月 望月一怒 一切都会崩溃 这区区封印阵法 绝对无法使得望月被封印 片刻中 王林已然临近 那封印望月的巨大黑壳 升宫老祖 带着众多修士 此刻正展开神通 不断地攻击黑壳 王林的临近 没有引起这些人的注意 远处追击王林的炼尸 急迟中却是越来越近 其身体外的铁链 更是甩开一条 向着王林横扫而来 那剧烈的呼啸之声 在王林耳边觉醒 王林目中 寒光一闪 不动声色 在那铁链临身的刹那 整个人迅速后退 直接便撞在了 封印望月外的黑壳上 在其身子碰到黑壳的刹那 王林体内的骨神气息 不假思索地散发出一丝 融入那黑壳 就在这一刹那 黑壳内的望月 立刻便以本能 感受到了那一丝骨神气息 顿时发狂起来 这一次的发狂 使得望月咆哮惊天动地 望月之怒 如骨神一指 其越是愤怒 神通便越是惊人 此刻 封印望月的黑壳 漠然间传出 轰隆隆的巨响 一道道裂缝 突然出现 好似有一股 无法想象的力量 从其内爆发 刹那间 黑壳崩溃 在崩溃的瞬间 一根粗糙的骨神手指 从那崩溃中 直接伸出 望月 在这联盟星域北部 第一次 展开了其 无与伦比的神通之术 这一怒所引发的神通 立刻便让这北部 一切修饰 全部都感受到了一股 无法想象的力量 与强大 若说之前 还有些许人 对于望月 有所轻视 亦或者是重视的程度不够 但现在 这所有的杂念 全部随着望月外的 封印崩溃 全部瓦解 烟消云散 剩下的 唯有一股 来自灵魂的震撼 望月身体外的 黑色壳子 在这一瞬间 出现了大片的裂缝 轰然正开 无数碎片 向前横冲而去 带起尖锐的呼啸之声 那无数黑壳碎片横扫 蕴含了极强的冲击 向前喷出之际 立刻便有一些修饰 闪躲不及 被生生撞在身上 喷出鲜血 肉身崩溃而往 就连元神也无法逃脱 更有几人 被那黑壳碎片的 断裂之处横扫 立刻身子便被切割了半 鲜血化作雾气弥漫 震撼人心 这一切使得四周 有了刹那的宁静 好似一切目光 都在这一瞬间 落在了此地 但 就在这安静中 那破碎的黑壳内 却是有一声 仿若来自远古时期的咆哮 这咆哮 无限的接近古神之后 如同穿透了时空岁月 恒久以来 就存在于天地之间一般 此生咆哮 更是化作无尽的冲击 在那冲击中 古神一指 漠然从其内伸出 无法去形容 那一指伸出时的绚丽 与壮观 只是仿若这天地 可以在古神一指下 全部崩溃 没有任何力量 可以在这古神一指下抵抗 一切的一切 只需一指 就必须要灭亡 那追击亡灵而来的炼尸 此刻也呆在了当城 以他的神志 有了短暂的空白 待见 则是迎头而来的 古神一指 痛 古神一指 在冲出的瞬间 便落在了炼尸的身上 砰砰之声回荡下 炼尸身体上的所有铁链 全部寸寸断裂 他的身子 更是在那无尽的大力下 从后背挤喷大量的黑色血液 其整个身子 就仿佛是被无限地拉扯 紫青社的皮肤 立刻便出现消散 其皮肤几乎眨眼尖 就好像是被人生生地剥下 紧接着 则是其肉身 骨头已经全部通的一声 脸时四分五裂 化作无数血肉爆开 这一幕 说来缓慢 但实际仅仅是数息而已 那古神一指 没有任何停动 向前狠狠地继续点去 王林身子在前一夕 便急迟后退 双目闪烁 看去时啊 内心却是有种感觉 仿若那古神一指后 站着一个顶天立地的成年古神 正伸出一指 挥舞粗大的手臂 带着古神的力量 向前不断地破坏 望月庞大的身子 紧随古神一指之后 默然冲出 那无尽的处须摇动 大片的雾气 从各个处须上喷出 其椭圆形的身子上 一双如昊月般的胸目 落在王林眼中的同时 王林立刻发现了不对劲 这望月双目之中啊 没有任何迷茫 一片清晰 甚至在王林看去的刹那 他感觉那望月 似乎也在看自己 望月脱困 给罗天修士这里 带来了磅礴的战役 此番大战 波折四起 时而联邦占据上风 时而罗天得势 此刻 望月重新出现 其庞大的身子带起了威压 立刻震撼星空 尤其是那古神一只 此刻不但没有消散 反而速度更快 直接向着前方横走 一切阻挡在前的修士 尚未临近 便立刻一个个肉身崩溃而亡 王林一生杀戮 但眼下这场大战中 死去的修士 却是远远的超过了 他所杀之人 这种程度的大战 王林一生尚是首次遇到 当年的朱雀星 与仙一族之战 与此刻相比 实在是微不足道 形势逆转 那古神一只 神通呼啸 冲击之时 其前方一切修士 全部崩溃 无法阻止半天 古神一只横扫下 却是直奔前方的黑沙摩尊而去 联盟修士之中的黑沙摩尊 面色微变 咬牙之下 在那古神指头临近的刹那 张口喷出一片雾气 双手掐绝之下 雾气立刻翻轨 居然在瞬间那 化作一头黑色的大河 这黑沙口中叼着一叶 同样黑色的枝草 幻化而出后 立刻松口 这枝草脱落 却是在刹那间 疯狂的生长起来 几乎片刻 这枝草便生长至前丈 更是向着两旁不断的扩展 形成防护 此刻 那古神一只临近 与枝草防护碰到一起 但听轰的一声惊天之音 枝草一阵之下 寸寸碎裂 化作无数黑气飘起 飞煞摩尊 面色苍白 喷出一口鲜血 身子倒退 但右手却是虚空一抓 手中立刻多出一块木雕 这木雕索克极为诡异 是一尊全身被植物包裹 抱着双臂的人形 只不过看不清其面目 全部都被索克的植物弥漫 在这木雕被拿出的一刻 飞煞摩尊不假思索 向前一抛 一股可以吞噬一切光芒的黑光 自那木雕上闪烁而出 这木雕好似突然之间 活过了一半 那双臂抱胸的牧人 身体外的植物 立刻诡异的蠕动起来 直接幻化而出 从这木雕上冲起 一声声咆哮 拔地而起肩膀 在那木雕外 却是有五朵百丈黑花 凭空出现 这五朵黑色的花 透出诡异之气 出现后其中一朵 直接迎向古神一枝 花心之处撕裂 仿若张开大口 向着前方喷出一股 阴寒至极的黑气 剩余的四个花朵 同样没有任何停顿 立刻同时撕开口子 呼啸中喷出大量的黑气 与此同时 那木雕索克 抱胸人形 在这一瞬间 双目露出红光 却是真正的活了过来 居然伸开双臂 好似要环抱一般 漠然地向前冲去 融入黑气内 刹那间 其身子直接抱住了 古神指头 立刻一道道黑色的细线 从其体内飞出 急迟之下 立刻就弥漫古神意志 王林在远处看到这一幕 嘴角露出冷笑 古神意志的神通 若是如此就轻易被破 那么这望月 也不会被罗天修士 费尽千辛万苦 送入联盟星域而来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敬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